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2016年之后 马之勤便选择吸引休息 据悉 他还担任了某个关爱老人协会的会长 致力于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提供关怀 还提倡老年人之间相互帮助 他甚至还组了一个平均年龄62岁的骑行单车队伍 从台湾省骑行到上海和北京 不得不说这是相当有决心和体力 甚至连马之勤多年的好友杨欢民得知此事之后 对他调侃到马姐都71岁了还不服老 看得出马之勤对于新事物敢于挑战 并不在意自己的年龄 纵观马之勤老师的一生 也算得上是丰富多彩 是热闹的一生 早年从影 受到观众喜爱又拿下大奖 晚年吸引之后 又去自己喜爱的事情 无论是组成单车车队还是照顾老人 都相当有益 如今在家人的守护下 安然离世何尝不算是一种圆满呢 希望马之勤老师能够一路走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